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中共领导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进程 香港回归24周年 举行升旗仪式及酒会 警方中午封闭围园部分范围 各位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的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 旨在中共领导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进程 并继续坚持由中共领导加强国防军事 绝不允许外来势力欺负中国人民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发表演说 他回顾中共过去100年经历 宣布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及历史性的解决绝对贫困问题 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向世界庄严宣告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华民族任人宰割 饱受欺凌的时代 一去不服返了 中华民族迎来了 从站起来 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展望未来 习近平多次提到 要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保证人民当家做主 坚持依法治国 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持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 协同推进 人民赋予 国家强盛 中国美丽 又强调必须加快科技强军 国防现代化 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以更强大的能力 更可靠的手段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 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 欺负 压迫 奴役我们 谁妄想这样干 必将在14多亿中国人民 用蟹肉 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 碰得头破血流 他又提到港澳台的政策 落实中央 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全面管制权 落实特别行政区 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执行机制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维护特别行政区 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保持香港澳门 长期繁荣稳定 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是中国共产党 实之不渝的历史任务 习近平指中共在一百年间 由只有五十多名党员 到现在九千五百多万 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 同中国人民分隔开来 对立起来的企图 都是绝不会得逞的 九千五百多万 中国共产党人不答应 十四亿多中国人民 也不答应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万岁 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 万岁 讲话历史约一小时 全场合唱国际歌 即歌唱祖国 无线电视记者林凯玲报道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 有战机等表演 不能经常观看的民众 一早在广场外围排队 等候欣赏表演 庆祝大会早上八点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 中共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 率领六名中共政治局常委 及副主席王岐山 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 出席的还有温家豹 胡锦涛等前国家领导人 挂着中共党旗及四个巨幅标语的 解放军空中护旗梯队 飞越天安门广场 拉开表演序幕 直十及直十九直升机 及尖十战机 分别组成七一一百字样掠过上空 象征中国共产党走过百年 十五架尖二十战机 组成三个梯队越过上空 歼二十是列装空军的 先进超音速隐形战机 内地传媒报道指 这次是歼二十梯队 首次大规模飞越天安门广场上空 十架就练机拉出彩烟祝贺 在地面的解放军 五十六门礼炮紧接名放一百响 国旗护卫队官兵 护卫国旗布出广场并奏国歌 共七万多人出席大会 这次庆祝大会官方指质举行前一日都没有公布流程 也规定传媒除了手机外 不准携带其他无线通讯设备进场 民众不能入场观看 有人尝试在广场外大约四公里 正好为欣赏飞行表演经过的一刻 有家长带着儿女到场感受喜庆 让他们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多么的来之不易 就是为祖国的那个繁荣富强感到激动和自豪了 为我们那个祖国为我们的国家 为我们的那个党为我们的军队都感到非常的自豪 就感觉非常的漂亮 就是拉彩烟的时候就感觉下雨完了 那个彩虹就感觉五颜六色的 天空就像了五颜六色的 而中国邮政也发行星期一纪念邮票 游区外排队买有票的人最早清晨四点已来到 无线电视记者李佩璐报道 今天是香港回归24周年 湾仔会展举行升旗仪式及酒会 首领行政长官李家超形容 目前管制团队比过去任期的任何一刻 对香港前景更有信心 警方护习峰队首次以中式步操进场 司令员以普通话读出口令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率领多名官员到北京 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活动 升旗里由鼠里行政长官 刚上任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主持 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 部分问责官员 中央驻港机构 包括中联办副主任陈东 国安公署副署长李江州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刘光源等 及前行政长官曾英全抗力也有出席 飞行服务队直升机 消防及水警轮禁离 今年也都因为防疫原因 不设公众管理区 升旗里完结后 回归酒会随即举行 鼠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 称香港顺利回归 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唯一的重要部分 又称港区国安法实施后 香港社会恢复 有条件从谷底反弹 反中乱港和居心叵測的人 透过选举制度的流动 进入特区的政治体制 并借此不断破坏中央 和香港特区的关系 制造对立事实证明 只要全面准确落实 一国两制方针 坚守一国之本 善用两制之力 香港必然可以稳步前进 本届政府上任已经四年 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 并不断总结经验 改善施政 今天管治团队 比过去四年 任何一刻都对香港的前景 更有信心 为国家的富强康性 为香港的范永安定干杯 李家超致辞后 跟现场嘉宾 包括中联办副主任陈东 中审法院常任法官李毅 助酒碰杯 李家超又称 香港只要把握国家机遇 包括一带一路 大湾区十字五规划等 就可以继续向前发展 无线电视记者林凯玲报道 礼宾府附近凌晨 有人投掷易燃物品 警方强烈谴责事件 又称因应网上仍有人呼吁 下午到维员聚集 中午围封维员足球场等地 警方针对香港法律 一把现象困扯 维员中午近十二时发出广播 称警方引用公安条例第十七条 封闭维员一至六号足球场 中央草坪和相关通道 有原本在足球场上课的人 提早结束活动 警方解释 社民联等三个团体 早前申请下午在维员集会及游行 已被反对 上诉也驳回 但网上仍有人呼吁到场聚集 提醒市民切勿参加未经批准集结 和进入维方范围 另外 李宾府进下压离必到协谱 凌晨二时有人投掷燃气罐等多瓶易燃物 引起火紧 没有人受伤 爆炸品处理客人员一度到场处理 案件交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调查 警方谴责事件 又称因应已部署足够警力 应对全日活动 其中湾在轩泥湿道一带 早上开始有大批警员戒备 出动水炮车和锐武装甲车 警方又在多条主要干道 包括红碎口设置路障截查车 无线电视记者戴晓彤报道 台湾彰化市有防疫旅电火警 酿成四死二十伤 发生火警的桥友大厦 楼高十五层 七至九楼的旅馆 改为防疫旅馆 大厦昨天晚上大约八点起火 三十一人在旅馆被困 大部分是接受隔离检疫人士 超过二十架消防车到场 到凌晨陆续救出伤者 大火到清晨才救息 当局正追查起火原因 来看看天气方面 预测大致多云 有一两阵骤雨 最低气温大约二十八度 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 天气炎热 市区最高气温大约三十二度 心结在高一凉度 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 初始离岸风事件中清静 四点钟的气温是三十一度 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二 空气质素健康风险 一般监测站是低 路边监测站是低止中 紫外线指数是五强度数一中 新闻报道完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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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